想想2016年的4月 我马上就要完成自己的环球旅行 启程回国前两天就开始为这项挑战做准备工作 从朋友的朋友那里买了一台mini 电话遥控把车送去有一手快修改色 这恐怕是我进行的第一项改装了吧 等车身颜色刚刚改好我就回国了 我记得是从4月16号回国当天就开始了动手 为这台车进行了必要的改装 侧轮驾驶对于我来说其实不算是什么难事 这像在汽车特级驾驶当中排名第一难的项目 其实已经练了很多年 但总觉得应该再提高一些 做点什么没做过的事 为了让叉速器锁纸 就需要把变速箱里的行星储轮完全焊死 这样做的目的呢 为了是当一侧车轮悬空的时候 着地的一侧的车轮仍然能有动力 对于后驱车来说 其实就是会比较简单 把后驱差速器焊死就好了 但对于前驱车来说 则需要拆解变速箱 当然也有人会通过改装刹车和半轴 来达到这一效果 但我毕竟是要跑20多公里赛道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焊死变速箱里面的行星储轮 做完这些工作 把发动机变速箱复原回原有的位置 就可以开始测试了 其实我当时的理解就是 如何能让这些轮胎兼职跑完20多公里 因为以前的训练和表演 就没有单次超过一公里的 离我家最近能练车的地方 就是中期战赛车场 这里是我最初学习赛车的地方 应该算是我的赛车母校了 这里的日常测试工作 还有比赛都挺繁忙的 赛车场的范总 知道我要进行的挑战非常支持 许诺我只要塞到不开放的清晨 或者傍晚我都可以来练习和测试 前几次的测试 其实还没有等到我 练到这个轮胎的极限 这台二手的mini 就开始闹起了各种小脾气 变速箱回油管因为侧倾 导致漏油 皮带障紧轮损坏 导致水箱一直开锅 然后我单独设计了一个 变速箱回油壶解决了漏油的问题 然后从那个无所不能的 广州陈天七备城 定到了二手障紧轮 解决了水温一直过高的问题 然后当一切感觉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终于把一条普通轮胎 开到了爆胎 但是只能开到四公里 多一点点 我当时有那么一种预感 我会被困在轮胎的难题上 但我没有想到轮胎的问题 会折磨我那么久 我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来不停测试各种轮胎 从最普通的轮胎 到沙石路 拉力赛用的这个后臂轮胎 从给轮胎加装内胎 到去特种轮胎厂 给轮胎侧臂涂层 做的一切努力 也就是为了让轮胎 能多跑上两三公里 始终就是保胎 保胎再保胎 与此同时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开始困扰我 那就是每次当我驾车 超过五公里以后 我的身体就开始抽筋了 这个问题 是我以前没有预料到的 我赶紧通过我的好朋友金沙 找到了北京 非常棒的一位体能教练 他叫钱亮 然后就开始每周进行 针对性的体能训练 钱亮根据我要做的挑战 给我制定了一套 特殊的训练方式 我就按照他的要求 咬着牙每天坚持训练 除了在训练馆练 回家也练 总之希望自己 能快速解决体能的问题 我想大概练了四周以后 身体其实就开始 有了明显的反应 就这样 延长轮胎寿命的测试 和增强体能的训练 交替的进行着 也许是天翼吧 在有一天训练的时候 突然下起了雨 我想正好试试 湿滑路面的抓地力 这天比平时训练 感觉路程长了很多 一看功力表 居然到了13公里 前轮才爆胎 而后胎更是没有什么损耗 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轮胎承受的重量 导致温度快速升高 而轮胎温度 是影响轮胎耐久性的 重要原因 我觉得我一下 找到了解决方案 兴奋的赶紧开始 为这台迷你减重 拆掉副驾驶座椅和后座 把机舱里 所有没用的零件拆除 然后我又给轮胎 加上了一套 特有的喷磷系统 让它们彻底降温 虽然这个有点冒险 因为一直让轮胎 处于湿滑的状态 会降低抓地力 但比起能完成超过20公里的赛道来说 滑一点也就不算什么了 做完了这些所有的改装工作 继续试车 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突破 现在只剩下前胎的问题了 我最终还是做了一个当时想过 但一直没有去做的一个决定 那就是用实心轮胎 我如果使用实心轮胎的话 首先就要放弃速度 因为超过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就会让这个实心相较轮胎升温过高 然后并开始爆裂 波露 当然了 如果完不成21公里的赛道 那么多么快的速度 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第二呢 实心轮胎的轮圈需要特殊的压制 而这种轮圈是无法在原有位置安装的 如果要安装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必须拆掉刹车的卡线 换句话说 就是不能有刹车 我当时自己都在为这两个问题哭笑不得 但我还是决定试一下 首先找车床加工法兰盘 压制实心轮胎 然后把轮圈加大 最后 把一个人都很难抱起的轮胎装上去 你猜怎么着 没错 成了 直接开满R15公里 做完了所有的测试 我也接到了迷你中国给我提供 支持了一台全新迷你F56 我按照R5的改装 照搬改装这台新的F56 等一切改装就绪 马上就要启程 船运到德国之前 做了最后一次的测试 结果又是一个打击 全新的F56并不太给我面子 各种电子系统包紧 一个劲的跟我较劲 最终我做了一个决定 不带他去了 让那台陪我训练了半年多的R56训练车 第二天出发 这样的决定 让我紧张忙碌的一天 重新贴车贴 收拾细节 以保证第二天 这台迷你 一早 装车能去天津港 但也许 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吧 8月17号早上 我把车开上拖车 离开北京的时候 感觉一切都很平静 很自然 没有半点不舒服 我想 嗯 这就是对的决定 车从天津港 装箱运走 漫长的近两个月的等待期 我又开始了另一场战斗 我需要利用这段时间 确定德国正式的挑战时间 要知道德国纽北赛道 真的实在是太忙了 除了各大汽车厂商 要包场 做各种测试外 就是各种比赛和赛道日 只要一开放 就会引来全世界各地的车迷 每到赛道日的时候 感觉全德国的人都在这 我在等德国的最后时间确认 但能知道的 一定会是在11月了 因为他们要在整个赛季 结束的时候 我才能开始挑战 我当时真的很担心 我担心那里会下雪 10月7号 车终于到德国了 为了把集装箱里面的 迷你开出来 我用了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 轮榔头 砸开木歇 还有一下直接轮到 自己的小腿迎面骨上了 到现在想起来 还是阵阵作痛的 在德国待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给车辆做最后的检查 国内的技师 因为签证的问题来不了 所以只能所有活自己干了 还好这边 纽北测试中心的负责人基米 是个无数不能的多面手 什么问题在他那儿 都能解决 我们之间的沟通也很有意思 我不会德语 他也不懂中文 我们用最简单的英语 和肢体语言沟通 但到最后 我们几乎都是通过一个眼神 就能读懂对方 做完最后的测试 我离开德国 吉米说会帮我把剩下的工作做好 等我回来 当初我听到蒙古斯的思考 当初我听到蒙古斯的思考 这是第一次我听到蒙古斯的思考 当时我电影和人的思考 给我说 我们有一些可能性 让我们支撰一尼的清单 我认为非常有挑战 是很可能的 当然 我说我叫你 我来自的思考 我来自开德国 我来自英语 我来自19年 在的尼文武克里 现在 比较多一点 一年 我来自于中国 当我听到这个思考 我认为这个人是瘋狂的 我认为这个人是瘋狂的 我认为Hahn 但是我认为他们说 什么类型他之前做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人 很棒 我认为这个人 他们也认为这些人 他们也认为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做了 在最后他做了 我认为这个类型的运动 我们开始了 和Hahn 和Nürburgring 是一个大项目 因为他们想到 到中国市场 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运动 非常有名的运动 这类型的运动 与这类型的运动 与这类型的运动 与Hahn 我认为会有很好的影响 和Nürburgring 在中国的朋友 我叫宗宇恒 大家都叫我鲁宗 最初在我刚听到 韩老师说要到 牛北去两轮驾驶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是 表示怀疑的 韩老师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 能最后把这个圈跑完 其实那天它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包括在中途的时候 它已经抽筋了 包括在中途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通联 已经完全没有通联了 包括韩老师 有一条轮胎 其实我们放错了 那条轮胎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韩老师咬着牙 把这个事情生生地把它跑完 把它做到 等到那一刻 真正到终点完成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时候 真的是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而且觉得 这事做得太棒了 我是Fast Forward的Ling 我跟韩月老师认识很长时间 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这次在纽伯格林的挑战当中 很高兴能够跟韩月老师合作 我们支持韩月老师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 在做一件很极致的事情当中 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寂寞与痛苦 我们Fast Forward跟韩月老师一样 都希望能够在赛车文化当中 尽自己的微波之力 我们非常希望给韩月老师加油 打气 紐伯格林赛道是一条非常难的赛道 在这个季节去做两轮挑战 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我们在头一天去看赛道的时候 发现崴脚处都有很多落叶 包括它下雨很湿滑 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挑战 能够一次性成功 我们针对这次挑战 其实做了有几个计划 对于开树 我们希望能够抓住更多的挑战的精彩画面 但是我们又生怕 在这个过程中 二十几公里的路上 会影响到韩老师 整个挑战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捏着一把汗 所以现在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努力往前开每一命 我知道在这条赛道上 独行的机会真的不多 能独行的人更少之又少 我觉得我就像个临终的病人 回忆着这一生的过往 有艰难 有欢笑 还有无奈 就这样 我经过最后一个右转 到了赛道最后的直线 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眼泪在那时候似乎都要流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用了多久 才开完这段直线 我知道我用了以前训练 都没用过的那么长时间 开完了这二十点八三二公里的绿色地域 车冲过终点落地的那刻 我真的很开心 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 我只想拥抱所有人 拥抱所有专程来看我挑战的同胞们 虽然那时候我的右手已经抬不起来了 我愿意去做那些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虽然这很冒险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 把中国人的名字 印在这条赛道上 我是韩玥 2022年11月3日 德国的国内美国赛道 2022年11月3日 准备 2022年11月3日 2022年11月4日 2022日 2022日 0023日 20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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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